这么丰厚的收入谁不想赚 很可惜他们无形中已经成为了帮凶了 移民很重要 知多点更重要 欢迎大家收看《移民知多点》 我是Andrelo 罗立刚 上一集我跟大家说了 究竟香港有多少种不同的移民顾问公司 今集我会教大家如何选择这些移民顾问公司 以第一种植形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通常他们历史都会比较悠久 以及规模比较大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客源或客量 他们无法养到他们的律师或注册顾问 当然也有小规模形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一般小规模形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的经营者即是俗称老板 都会是移民律师或是注册的移民顾问 他们会一手一脚负责所有的申请 所以在品质上都会有一定的保证 最近我在市场上听到一些 直营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为了赚钱 不管你的案件成功率有多低 他们都照收 为什么呢? 他们的理念就是工厂式经营 收100个案件回来 有20个不得还赚80个的钱 第二种就是外判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与第一种其实没有太大分别 唯一的分别是 第一种是他们自己请律师或是注册顾问 第二种是他们会长期合作方式 外判他们的案件给一间律师楼或是注册顾问 其实重点在哪里呢? 如果经营者即是移民顾问公司的老板 他有丰富的移民知识和经验 问题就不会太大 但是经营者没有丰富的移民知识或经验 太依赖他们的长期合作方去经营这一盘生意 万一长期合作方犯了错 或者终止跟他们合作 那就直接影响他们客户的移民申请了 第三种就是以代理形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这个就很取决他们代理的移民产品好不好 最近在市面上我留意到 很多移民骗案都是这种形式经营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代理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因为他们可能被移民产品的服务提供者瞒骗了 因为很多代理都抱着天下无策的心态 非常相信这些移民产品的提供者 再加上这些移民产品提供非常吸引的佣金给他们 这么丰厚的收入有谁不想赚 但很可惜他们无形中就成为了帮凶 虽然我经常说移民产品 听起来很简单 但移民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处理移民申请需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经验 不是一买一买就能够办 其实无论哪种形式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大部分申请人都有一个误解 就是以为给了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就会无风无浪地帮你成功取得移民签证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像律师打官司那样 律师不是一个神 他不可以一定帮你赢官司 也不可以保证一定帮你赢官司 他只是告诉你他胜算有多高 为什么找移民顾问又可以保证呢? 可能是出于一个不成功不收费的政策误导了大家 所以你怎样选择一家好的移民顾问公司呢? 你就要注意一下这几点 第一,如果你找那家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告诉你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你就要求他提供证明给你看 例如过往客人的移民签证 但你必须要求移民顾问公司遮住个人资料 因为你也不想将来你的个人资料被人看到 第二,就是上讨论区 或者Google comment 或者Google review 看看这家公司有没有什么劣评或好评 不过公道地说一句 有一两个劣评都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肯定有人喜欢这家公司 有人不满意这家公司的服务 但如果他也是一面倒的劣评 那你就自己想想找不找他好些 第三,如果你找那家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说他们有请自己的移民律师 或者注册移民顾问的话 那你可以拿他们的名字和注册编号 向他们所属于的律师公会 或者移民协会查一查 他们有没有被人停牌 或者有些不好的记录 第四点,他们有没有解释清楚 每一个移民项目的要求呢? 告诉你为什么你适合这个移民项目呢? 还有,你申请的风险是什么? 这些都很重要的 第五点,我们一定要货给三家 问多几家 不要只听一家公司说 第六点,如果你委托那家移民顾问公司 帮你扮你移民的话 而它又牵涉了一个第三方的合作方 你就一定要问清楚 会不会跟第三方签另一张合同 如果会的话 你一定要看他那张合同 还有,问清楚最后有问题出现 谁负责 第七点,如果牵涉一个 移民产品服务提供者 你就必须要查清楚 他的背景有没有问题 第八点,移民申请的过程 是非常漫长的 最好你每三个月或六个月 与你的移民顾问见一次面 就会知道你的进度是怎样了 下一集我会和大家说 不成功不收费所引起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们的新片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按下小铃铛 有新片就会通知大家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请你按个like 和share给你的朋友吧 还有,如果你有任何移民的问题想问我 请你在comment那里留下 我会在下一集回答大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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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